我们说时间总是无情地 它在一分一分不停地流逝 而我们也在慢慢地变老 我来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我们总说女人啊 要优雅地变老 在我们变老的同时 我们可以不失美貌 智慧和优雅 但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 比如说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真实的患者的故事 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 他也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 他发现自己出现了肢体的老化 那这个老化来得很突然 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吗 他开始掉头发 这个掉头发可不是一根一根地掉 是一片一片地掉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女人 会知道我们掉头发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地恐惧 因为我们一定变得不美了 但是这绝对不是她恐惧的根源 因为在掉头发的同时 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她开始非常地怕冷 冷到什么地步 最热的夏天 她的双腿是完全不出汗的 而且她觉得生活特别地吵 有多吵呢 她像自己的家 住在火车站旁边一样 因为每一秒钟 她的脑子里都在一辆一辆地过火车 不停地耳鸣 太可怕了对不对 这不是可怕的根源 因为她开始发现 她的心跳变慢了 正常的心跳大部分是一分钟八十下 是的 八十下 六十下 五十下 四十下 一直到三十三下 大家想象一下 一分钟六十秒 如果她的心率只有三十三下 她已经到了严重的心力衰竭 她的状况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就要请出她的主治医生 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具体情况了 我们先谢谢我身边的这位 帮助我做演示的阿姨 我们把掌声送给她 谢谢您 谢谢您 请您休息一下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 国家级明老中医 王庆国王老 欢迎王老 王老请来到舞台中间 我们给王老热烈的掌声 欢迎王老 大家好 又见面了 大家好 王老 我觉得您看到地下的这些假发片 可能会特别有感触 这是假的 我们现场做演绎 但是真实的患者 也确实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把她请上来问一问吧 好不好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刘翠娥阿姨 欢迎刘阿姨 阿姨您好 您到中间来 到中间来 怎么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阿姨您看到地上的这些头发 有没有感触啊 我仔细地看了一眼 您的头发还挺茂密的呢 当时您头发掉的真的有这么厉害啊 反正现在也是 现在这个地方都 护了 头顶都护了 所以您是做了发型把它挡住了 我一会再问问您具体的事啊 王老您还记不记得 您第一次见到刘阿姨的时候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真的就33下吗 对 她是这样的 她来的时候呢 心跳特别慢 她是心跳一阵快一阵慢 最慢的时候呢 她曾经达到个 一分钟跳27下 最快的时候呢 跳133下 哇 这个波动 她其中呢 还有在最长的停泊时间 就是心脏不跳的时间 不跳 2.5秒 那么多 就是两秒多的时间 她不跳 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那她从外观上 当时看起来 现在应该不一样吧 不一样 当时她脸色呢 是非常苍白的 全身不出汗嘛 不出汗的 手都是特别冷湿的 手上都是有那个 有非常非常冷的那种汗 冷湿 舌头呢 都是带那种暗紫色 它是这样一个 非常重的状态 我一看这个心跳 它的检查 都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也是感到很吃惊的 整个人肯定特别地虚弱 我带过来了 我给你看一下 我能摸摸您的手吗 很烫人 现在很烫人啊 现在已经很可以了 很暖和 这样 您的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就是那个 现在吧 就是吃那个 谁 王大夫那个药 咱们好多了 好多了 我们现场给她测一下吧 好啊 我们请王老师的学生上场 当时大家所有人的面 来看看 这位刘阿姨 现在此时此刻的心率如何 掌声欢迎那位美女大夫 来来来 快到我们刘阿姨的好边 你帮刘阿姨测一测吧 你数一下 我第一下来 还是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四五十六十六十七十八十六十 来你告诉大家 她现在一分钟的心率是多少 六十二 六十二次 最低的时候二十七 我给你拿一看一眼吧 好 您拿一拿 拿原来的 阿姨非得也要给我看一看 看看当时有多严重 我来找一找 这是2007年的记录在这儿 2007年患者刘翠娥 她的心率 最小心率二十七次 最大心率七十九次 平均的心率也只有四十七次 她整个呢 心跳过慢 心跳的过慢 它是一种病胎痘方结综合症 指挥我们心脏 正常跳动的那一个痘方结 发生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看一眼 停泊的时候 136次 停泊 这里 对 停泊大约2.5秒 136次 这是多长时间的 24小时之内 24小时之内 有一百多次停泊 每一次停泊都超过2.5秒的这样的停泊 有130多次 对啊 所以这多危险 我们先谢谢学生 谢谢你的帮助 谢谢 所以阿姨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数字 冰冷的数字 虽然我们知道您停泊136次 而且每次大约2.5秒 但我们并不知道 它在你的身体上 起了什么样的症状反应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症状 掉头发 我刚才还说 您会出现耳鸣 对 是什么样的状态 耳鸣就是 跳一下 它就想一下 跳一下就想一下 那岂不是每分钟有几十下 都在你的耳朵里 24小时都跳 很吵吗 那肯定啊 那您会失眠啊 就是睡不着觉啊 睡不着觉 现在也穿着秋裤你看 怕冷啊 我都穿了好多衣服 那全都 对 说您不出汗 刚才我摸您的手还行 热乎乎的 当时的不出汗 有怕冷到什么程度啊 怕冷就是这空调 什么都不能进 冰箱不能拿 水就是 它不敢开冰箱 洗头的那个洗发液 往这手心里倒也不行 那都凉 长寸都觉得凉 就夏天也凉 它能一沾水 它就手就肿 肿 手还会肿 现在它温水 这些时候它有时候肿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哇 这阿姨的问题 好像听起来是越来越严重 直到遇到了您以后 才出现了改变 我听说您还出现了一些 牙齿的问题是吗 怎么了 牙齿 鸡蛋黄也咬不动了 现在也是 不掉 但是都松下了 它就不动了 它不掉 它觉得牙软 不敢咬东西 咬东西呢 牙就好像那个 浮在上面一样 所以它的这些症状 都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心脏 对 都跟我们刚才说的 心脏有关系 所以呢 您整个人 在这样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当中 持续了多少时间啊 好多年 我从生孩子开始 现在孩子都27了 那就是20多年 都是这样的状态 他91年开始有病 天哪 91年生小孩之后呢 因为 当时他说的病时 是因为天地特别热 他就不注意 他就那个光脚在走 着凉了 然后200年呢 他又有一次流产 然后以后呢 他到2005年之后 因为他子宫内膜增生 他又做了几次刮工 也没有很好地调射 这样一下呢 慢慢慢慢就形成 他那种状态 对 以后影响了心脏 也不好 所以这是一种 日积月累的病 日积月累的病 它不是一天来的 从91年到2007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嘛 26年的时间 在心脏上面的反应 就越来越明显了 就越重 到最重的时候 他才来就诊 明白 但我们现在看到 刘阿姨的状态很好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怕冷了 虽然我们看到 夏天他还穿着秋裤 但看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现在还可以了 您给他调理多久了 调理了 当时2007年 吃了没有多长时间的药 一个月左右 他就已经很好了 这一次呢 我们他就过来了 我们又给他 开了一些晚药来调理 现在情况还不错 所以看得出来 刘阿姨现在越来越 因为他就再没有出现 那种二十几次心跳 那种情况 所以阿姨要好好地保持 这个也要留好 要叮嘱着自己 要更好地在意自己的心脏 在意自己的身体 我们把掌声送给刘阿姨 阿姨那我送您一份 礼物三元牛奶 喝三元72度鲜奶 更多免疫球蛋白 现在购买极致有机鲜奶 还能够抢72元现金红包 平平有惊喜 重心健康 谢谢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刘阿姨 谢谢您 请您回到座位上 谢谢 所以王老到底是用 什么样的方子 把阿姨 持续了二十多年的 身体问题调整好的呢 当然这跟我们昨天提到的 伤寒论当中的 著名的金方有关了 那王老啊 这样好不好 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提示 主要是给坐在那的 可爱的泳汁一点提示 让他去我们的藏金阁里 找一找那个方子 我们当然 我们这一次用的呢 仍然是我们伤寒论当中 所用的金方 金方呢 在我们临床当中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他呢 如果用对了的话 方和正对上之后 他可以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有雷霆万军之力 所以他这个呢 你想二十七次的心跳 他吃上药之后呢 没有多长时间 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金方 金方当中呢 而且是方和正对应得好 才有取得这样的疗效 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千军万马 一个是雷霆万军 说明这个方子很重要 所以我去找特别合适 因为你的分量很足 因为我很重 快去吧 快去吧 我去 我去 藏金阁有点大 你得快点找 好好好 你还有探照灯 古书都可贵了 你得小心点 别弄破了 我觉得这长得都一样啊 也不知道哪个事啊 千军万马 雷霆之事啊 我看看啊 我先翻一个 是吗 不是 不能就这么丢地上 不能就这么丢地上 对不起啊 哦 是吗 原来他就是千军万马之事 我找着了 找到了快回来吧 来来来 勇志已经找到了 那个方子是治好 心跳只有三十几下的 刘阿姨的金方 但他不给我 所以王老 让他先自己守着 自己的宝物守一会吧 您先说说 这个金方有什么好处 这个金方呢 主要是针对呢 心脏病 但是这个方子 最重要的特点呢 它是要针对心脏当中的 水气味病的时候 才能够有效 我们先说刚才 刘阿姨 她的这个问题 她的根本到底是出在哪呢 它是阳虚水气的 这样一个病 因为我们现在呢 对一些惯心病的治疗 对一些有很多心脏病的治疗 普遍地认为 都是它是以血淤为主 血淤是为主 那比如惯心病 把它灌卖毒了 毒了之后嘛 就血淤住了 通常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呢 刘渡舟先生 就是我的导师 他独创的一种 治疗的一个方法 刘老认为呢 血淤是一个现象 灌卖确实是堵住了 但是这个血淤 只是一个现象 它不是最重要的根本 本质的东西不是血淤 本质是什么 本质的东西是引起 血淤的前面的一个环节 为什么它会引起血淤呢 中医呢 认为心脏呢 是为阳气当中的太阳 而人神当中呢 阳气是最重要的 张仲景他是这样 他非常重视阳气 阳生则人生 阳王则人死 主名则夏安 他是这么一种观点 因此呢 导致各种心脏病的 最核心的原因 是阳气不足 所以您说 他的研究心脏病的方法 跟一般人不一样 不一样 他独创的这种认识之后吧 他认为 心脏是阳气不足了嘛 阳气不足呢 他就容易引起水停 水液停息 跟水还有 跟水有关 因为因此呢 刘老把这种类似的病 叫水心病 水心病 他是因为阳气导致水停的 这样一种病 叫水心病 水和心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水呢 阳气行 这是水 这里面装的是水 是说它是 形态是水的 但是水呢 相对于太阳来好 相对于火来讲 它是凉的 寒的是连气气 你可以摸摸这是干冰 真的 干冰它是特别特别的凉 这是说水是寒性的 水延气行 寒延气气 不过特别凉 如果人体这种 不凉气的话 它就说四肢冰凉 就心跳就跳不起来 而这个呢 是说它有邪气 如果心脏当中呢 有水 再加上水寒了 寒了以后 就对心脏的 形成一种邪气 干扰正常的 心脏这种运行 就会形成了 不同的各种各样的 心脏病 那水呢 和这个心脏的阳气之间 它是这样一种关系 心阳在上 脾呢 属于土的 在中间 肾呢 是属于水的 水呢 在下面 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 如果你心阳不足了 就不能够很好的 蕴化人体当中的水液 水气往上冲 下面水多 上面阳气少 土又挡不住 它就开始倒出饭来 往上冲 它往上冲到哪儿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这就是水心病的由来 我听明白了 为了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能够听得更懂 我决定了 勇志你可不可以上来 配合我一起来 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可以啊 来来来 我们的道具老师 已经把道具给你准备了 请你全副武装一下 勇志你还站在中间 王老勇志这个装扮代表着什么呀 开始说 你等我 你等我 开始说这个 心脾肾阳气充足的话 它就可以把我们 自己呢 照起来 尤其是心脏 可以照起来 这样的话呢 即便我们吃它 有水气的话呢 仍然不能伤到它 自己本身 心脏本身 但是呢 如果它脱掉了这个 好勇志 接下来请你脱掉你的勇 不是勇 我脱掉了它的 这个衣裤 我要是没穿着这个 你把裤子脱了 脾和肾的养起不足了 如果脾肾出了问题 怎么 对 勇志你还戴了换洗的裤子吗 没有啊 太好了 你等我 你差不多行 王老到你了 这怎么那么惨呢 这代表着什么 我已经自重它了 脾肾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水鞋呢 就可以伤到它自己 如果脾肾都没有了 现在它防护能力就差了 如果新阳再虚了的话 你新阳虚了 来快把鱼也脱了 这么快新阳就虚了 嗯 病程发展得很快呢 哎呀 这样就只剩这了 它顾得了正面 就顾不了正面 对 比如说 我正面 它就不好弄了 一把手箱 它也挡不住 防护 防护上防啊 确实防不住 防不住 防不住 谢谢勇志 辛苦你了 我失身了 刚才说到了 水气上冲 会出现问题 会影响心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勇志 我给你一个 光荣而兼具的任务 不是又刺我吧 你作为一个医者 你帮现场的观众 检查一下 摸摸他们的肚子 尤其是肚脐周围 有没有一跳一跳的 我跟你说 我做养生堂这么长时间 我基本上成为了一个比较合格的用医 但是我基本上 您刚才说的能查出来 你先摸摸自己 听专家说过 我这个基本上摸不出任何感情 你先找到肚脐 你不要捏肥肉 肚脐 我能肚脐 一跳一跳的 这都是只 肚脐下 我只能是一嘟噜一嘟噜的 我们大家摸摸自己的肚脐 自己摸自己吗 对 有没有谁的肚脐 是一跳一跳的 肚脐下面 肚脐下 小肚子 或者有这种感觉 对 有感觉到一跳一跳的 有吗 我这么 不是 你是肚子一跳一跳的 肚子啊 肚脐下 里面的位置 一跳一跳的 嗯 我还请我们 现场的孙娃阿姨 拿起手中的那个小牌子 对 其实这也是王老给大家准备的 我们出现了水心灵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我还给大家念一念哦 那有什么 鼻不闻香臭 就闻不出来味道 对 水般咳嗽 耳聋耳鸣 旗下记 讲到的就是这个一跳一跳 眩晕胸闷喘息 咽喉憋 水舌 水脉心剂 心下溺满 头晕目眩 头痛 看晕了 这都是症状吗 这都是症状 都是水气上冲的症状 您跟我们贵贵类来分析分析 是这样的 水气上冲的特点呢 是从下面往上来 因为刚才我就讲过了 水气往上冲 它才是为邪气 如果在下面待着 它不叫邪气 是很正常的 肾气和深水安置一下 那么它的冲的位置有两个点 一个呢就是从绍服向上冲 第二个呢 就是从这个心下向上冲 心下就是我们的心口窝 那么从绍服到心下 甚至到头 它都会出现各种症状 绍服的症状呢 就是自己觉得小肚子 这样的一跳一跳的 有的时候和心率的跳动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它不是我自己去摸 是它自己感觉这样跳 这是水气将要往上冲的一种反应 第二个就是过了这个肚子之后 腹部呢它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满闷 肚子里面胀 我就是肚子里头胀 肚子胀 你可能吃的比较多的 跟这边有关系 它有的时候瘦人 瘦人也觉得这个地方心下腻满 就觉得这个地方老往顶 老往顶 而且满 这一块老满的 心下的部位是满的 我们有些人呢 心脏比如早播的时候 他会这么一忽悠一忽悠 可是这个阿姨你看 她举的什么叫水斑呢 她是 那还有水蛇 水脉 都跟水有关 水斑是什么样呢 水斑呢就是脸上长的一种 那个黑青色那种斑 展示一下 对 找干哪儿 你让永志在他脸上 跟我们演示一下 我刚才呢已经展示了我的水蛇 水蛇腰 不是那个 你认识水桶腰 水桶腰 水桶腰 无所谓了 反正有水就算了 那么接下来呢 展示一下这个水斑 水斑 水斑它要在两个夹部 有时候在额头部 那就是高原红的位置咯 是高原红的位置 也有在这两个位置都可以 这一块 是这个颜色的 它是比这个颜色那个 更清一色 它跟黄色斑 跟黄额斑差不多 但是比黄额斑深 让额头 额头 你看从这上面来看 隐藏花案 这个地方呢 就是发黑色那个 它跟黄额斑 是大面积的是吗 面积浓淡不一 大小也不一 也可以是一块一块的 也可以是大片的 这种斑 对大家一定记住 这些具体的位置 如果长出了莫名其妙的斑 无论大小深浅 都有可能是水斑 但这个呢 还要配合症状 对 您还说不有水蛇和水脉吗 它们会同时出现吗 什么叫水蛇 对 你这个舌头呢 你上得伸出来 它就看着很湿很湿的 伸了很多水 如果待一会儿 先别那个退回去 它会滴滴答答答 往下滴水 自己去照一照 如果你伸一会儿舌头 滴答答答 往上滴水 就是你起码呢 阳气不足 水湿偏盛了 对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有心脏病的话 也可以判断一下 这些症状 是不是跟您具体的情况相关 如果是 您有可能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水心病 那当然这些症状 如果没记住的话 也没关系 包括水斑 水蛇 水脉 没记住没关系 您可以掌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水心病 来查一查这些症状 和您的症状是不是一样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 王老是怎么治的了 刚才也说了 一定是从伤寒论当中 选择了一个非常棒的金方 帮助刘阿姨治好的 对 那王老 拜托您帮我们请出那个金方吧 好 到底 王老治好刘阿姨的这个 伤寒论当中的著名金方是什么呢 现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的养生堂 本栏目由足利剑老人鞋 独家冠名播出 专业老人鞋 认准足利剑 本栏目由云三七排三七粉 特约播出 云三七排三七粉 来自云南文山黄金产区 祝您血管健康 心脑健康 喝三元72度鲜奶 更多免疫球蛋白 现在购买极致有机鲜奶 还能够抢72元 现金红包 平平有惊喜 本栏目的奖品 由专注破壁技术24年的 九阳特别提供 九阳静音破壁机 YJ08 专注破壁技术24年 打得更细 更营养 男人想要矫健 女人想要亮丽 每日注意补充维生素 什么叫水 对 你这个舌头呢 你上得伸出来 它就看着很湿很湿的 剩下很多水 如果待一会儿 先别退回去 它会滴滴答答答 往下滴水 你自己去照一照 如果你伸一会儿舌头 滴得再往上滴水 就是你起码的 阳气不足 水湿偏剩了 对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有心脏病的话 也可以判断一下 这些症状 是不是跟您具体的情况相关 如果是 您有可能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水心病 那当然这些症状 如果没记住的话 也没关系 包括水斑 水蛇 水脉 没记住 没关系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大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水心病 来查一查这些症状 和您的症状 是不是一样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 王老是怎么治的了 刚才也说了 一定是从伤寒论当中 选择了一个非常棒的金方 帮助刘阿姨治好的 那王老 拜托您 帮我们请出那个金方吧 好 到底 王老治好刘阿姨的 这个伤寒论当中的 著名金方是什么呢 灵贵记 我们说的是金方呢 它叫灵贵记 灵贵记 永远 你刚才找到的 也是灵贵记吗 就是 灵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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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福灵和贵枝 对吗 这两位药材配在一起 作为灵贵记 怎么它就那么特殊呢 伤寒论 应该有112个房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 伤寒论112个房 那为什么您如此看重灵贵记呢 您坐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灵贵记呢 它是不是一个方子 它是含有福灵和贵枝的 这一类方记的一个统称 它都含有福灵和贵枝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两个最重的药 就是福灵和贵枝 您先跟我们讲讲 张仲景 医生张仲景 当年是怎么用灵贵记的 有人可能疑问 说伤寒论伤寒论 为什么它能治疗 我们这些心脏病呢 其实呢 在张仲景那个伤寒论当中 记载了很多很多的 像心脏病啊 肺脏病啊 这个脾胃的病啊 以及肝胆的病啊 很多很多的这些病 这里面都包含的 那么灵贵记呢 是张仲景治疗 就是它的阳气不足 水邪内停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也就是福灵和贵枝 可以搭配着其他的药 有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组合 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简单地讲一讲 他们的配物 比如说灵贵猪肝糖 它是水停在心下部位的 往上冲的时候 用灵贵猪肝糖 如果这个病人 他不是停在这个中胶的皮 而是停在我们这胃里面的话 它就换成灵贵姜肝糖 把白猪换成生姜 用来宣散胃中的水饮 还有呢 如果是水气停在这个 绍府的时候 向上冲的时候 它用灵贵枣肝糖 灵贵枣肝糖 重用枯灵往下沥水 然后呢 也是用大枣呢 来补皮 枯灵是为了来沥水的 贵枝呢 是温馨阳的 针对了水气内停和阳气不足 新阳不足的这两个环节 用贵枝来补新阳 是最主要的作用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在灵贵极当中 是新阳腹壮了 多的水下去了 它是病 一个去掉水鞋 一个呢 振奋自己心中的阳气正气 病就解决了 一个是茯苓 一个是贵枝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野生的茯苓 还有一个小小的贵枝树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王老 说实话 我第一次见到野生的茯苓 就是长得这样黑 黑色色的 对 它是一种菌类在地下长的 这个不是土豆吗 已经不这么大的土豆啊 我觉得这是树根 一型土豆啊 等一下 我切下来看看 能切得动吗 对 我切化了要赔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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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应该倒是先的茯苓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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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耶 我们是白色的人 你没见过 里面就是白色的 我第一次见过 菠苓饼啊 菠苓饼你吃过吗 吃过 菠苓鸭饼 桂枝呢就是桂树的嫩的枝条 平常 这是我们特别香的桂花 就是桂树 桂花的汁嘛 粗一点的汁 就是粗一点的汁就是桂枝 切成鞋片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桂枝 所以它要经过中药的炮制之后就可以变成 不用晒干了就可以了 像这个就是香叶 桂树叶 干了以后也很香的 那我们很粗的那个树的那个皮 就是桂皮 都很香的 它就是用这种新香之气 来恢复我们的新阳 所以你看我们认识了仙的芙苓 仙的桂枝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这个灵桂枝 到底怎么用 既然王老用了 而且在刘阿姨的身上用得那么好 我们接下来也请永志给我们分享几个真实的病例 让他在不同的心脏病的患者治疗过程当中 王老是怎么治的 灵桂枝京方的神奇 在于通过不同的加减变化后 临床上使用效果非常好 今天王老还带来了两位特殊的心脏病患者 让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请永志 好 看看这个病例究竟写的是什么 有一种档案节目的感觉 打开档案袋 我们发现有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很简单 心脏 小的心脏 大的心脏 又回到小的心脏 可这张图片的意义 非比寻常 那么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患者的故事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 患者赵顺之和他的女儿 来 欢迎 您小心 能不能走 慢慢等 来 大家先来 您今年高瘦啊 毛瘦是七十八 跟我们说说您的故事好吗 我看您走这两步 还是挺费劲的 对 我是细衰 细衰 原先是心大 心大 心脏积水 心脏积水 心脏包水 传不上气 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有 也有几年了 四五年了吧 四五年 四五年 也就是七十刚出头的时候 就出现了是吗 对 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呀 就是传不上气 心大 传不上气 睡觉晚上睡觉躺下 传不上气 只能坐着睡啊 一宿睡不多长时间 很难受吧 爬楼啊 走路都很费劲 对吗 上楼太费劲了 那怎么上呢 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慢慢的 对 人家爬个楼梯 几分钟就够了 您得好几十分钟吧 对 我是一个台阶 走两步 一个台阶都得走两步 对 我们来问问您的女儿啊 能够介绍一下吗 赵女士当时的这个疾病 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 就是我们家住二楼 然后她每次上的时候 大概需要些两到三回 然后一共就两层楼嘛 大概得走个五六分钟 然后那会儿她刚开始来看的时候 是基本上自己不太能走长路 然后我们去看那个王教授的时候 都是用轮椅推着她去的 所以刚才您上来的时候 我问奶奶能够站一会儿吗 您说还是可以 现在好一点了是吧 好多了 现在站着难受吗 站着不难受 还可以啊 就是吃这王大药药以后 我来是来感谢王大 我来问问王教授 王老 这赵奶奶说是来专门感谢您的 对啊 所以像她这样的情况 刚才她说了爬楼 二层楼都要爬很久 走路很费劲 晚上都无法躺下 这应该非常严重的心脏的症状吧 她是这样 她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 刚才看了那个图片呢 她的心脏是比原来大了 你看她是17年的11月份 就是去年的时候 她这个治起来非常快 当时呢 她是全心扩大 左心位住 符合扩张性心肌病 全心扩大 整个心脏都变大了 左边尤其是 对 二肩半中大量反流 就她的那个 因为她心脏大了嘛 咱们心脏里面那几个门 就关不上了 二肩半呢 是中大量的反流 滑滑地往下反 就是那血都往回倒流 打不出去了 打不出去 主动卖伴 微少量反流 就是主动卖伴 也关不死了 她也反流 她大概是 你看这11月份 这到了2018年的7月 也就是前两天 刚做的检查 你看她现在啊 只是心肌受累积患 左心又扩大 她就不说她 扩张性心肌病了 对 然后呢 左心功能有点减低 她就心脏功能呢 还是没有完全好 但是 她的 你看 反流只有二肩半 微少量反流 好多啊 从一个中大量反流 三个板膜都反流 变成只有一个板膜 微少量反流 就是到她这个年龄 七十八岁 这个正常的这些心脏病 心脏的人都可以 有一点的反流 她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她是这样的 而她原来那个 心大素的指标 原来四千多 现在呢 刚测完了是五百多 这说明什么 就是她的心衰的指中 原来是四千多 现在她剩下五百多了 所以她的心脏病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所以她觉得非常好 你看这脸色呢 现在也不错了 对 原来她脸色特别的青黄 她走不动嘛 特别特别的难受 她的赵奶奶 是属于真的挺美的老太太 对 对 头发虽然都白了 但是显得气质很好 您怎么给她制的 用这个灵贵剂 就是我们用的灵贵剂 她是典型的用的 灵贵猪肝汤 就是我们的 刚才我讲的灵贵剂 就是温馨羊 泄水气 然后呢 没有用多少活血的药 她就去了 灵贵猪肝汤 哦 福新羊 有新气 那奶奶 继续努力 继续认真的调理啊 希望您高瘦 希望您心情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我们把掌声送给她 好不好 谢谢 奶奶回到各位 再休息一下吧 累了啊 慢慢走 慢慢走 你奶奶的步速 走得还挺快的 现在她已经很好了 对 所以这是我们 刚才说到的 第一个方子 灵贵猪肝汤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讲方姐 您坐下说 好好好 灵贵剂嘛 主要的还是要 用福灵和贵枝 为主要的 赵大姐呢 也是这样的 她心肝虚 水气未病 所以她躺不下 走不动 因为她心脏 她那个没有办法 把这些血液 运行到自己周身 打出去 所以她就出现了 像这有时候水肿啊 也是水气病的一种反应 福灵和贵枝相配 它可以既可以 沥水 又可以宁心 如果单用福灵 它就没有温馨阳之功 它起不了作用 单用贵枝呢 它就没有 沥去水气的 这样一个效应 两者相配合 这是一个 张仲敬的一个绝配 后世呢 一直也在这样用 这是两个最主要的药 抓住了最核心的根本 然后呢 再有就是白竹 白竹呢 是一个可以呢 健脾的 另外也可以 协助腹林立水 这样治水之功呢 就更好一点 甘草呢 有一个扶症的一个效应 它可以不正气 另外它可以 可以调和这几个药物 这是它的主方 是啊 所以看到赵奶奶 恢复得这么好 我们就知道 用这个方子有多精准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 有千军万马之士 雷霆万军之力 就是这样 它当时吃了药 没有多长时间 大概有两周 就有明显的效应了 这是我们分享的 第一个病例 第二个病例 来有请吃药治 好 那么第二个病例呢 究竟是什么内容 哦 70%到50% 这应该 据我观察 是一个血管的图样 哦 这个血管呢 之前是70% 后来慢慢地到50% 下降了20% 这是血管堵呢 那么中间到底 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来邀请这个血管的主人 陈安生叔叔 来掌声欢迎 陈安生请到中间来 您好 陈安生说刚才的70%和50% 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 我 106年3月29号 我去查7 查出来了结果 大于白病之奇事 血管的肚色吗 哪里的血管 灌状动脉 灌状动脉 组织 并且是多处肚色 哦 多处肚色呢 我该放支架了 如果是不放支架的话 很容易出现危险 嗯 这种情况 我平时 监察的整个结果都比较好 一看到这个结果以后 哎 入嘴深远 有点害怕了 真的 那是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做完 嗯 还有老人 但是我这个时候呢 老是怕自己出现突然情况 嗯 您说突然情况就是心梗吗 对对对 心梗嘛 那当时我 我知道这个时候 我很可能下一步 很危险 就就就没有命了 嗯 是吧 说这个情况 这是06年三幼时 我迟了四年 连中国国家西武 嗯 怎么样呢 我到010年的三幼时 嗯 我做一个全面的监察 怎么样 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结果监察完以后 他说你这个 嗯 不到百分之五十 我当时大喜 是吧 很高兴 嗯 真的很感谢咱呢 咱的宿主 啊 能流传下来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好的工作啊 是 也要感谢王院长 哈哈 王校长可以把他用得那么好 我来给大家看看证据啊 刚才说到的06年 左主干分差处 斑块形成局部狭窄 大于70% 大于70% 然后再看10年 刚才说到的四年之后 是 枪狭窄程度 50%左右 所以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我说50%就根本就不用下支架了 对 所以王老师到底是怎么给这位陈叔叔制的呢 我们先请陈叔叔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好好好 我们来请王老给大家分析一下 谢谢陈叔叔 谢谢 两个送给他 谢谢 请坐 首先说一下啊 是因为他这个病例70%了 我没有让他下支架 我不是不主张下支架的 那他有什么的书信呢 他是这样 是北京卫视的养生康 本来目由足利剑老人鞋 独家冠名播出 专业老人鞋认准足利剑 本来目由云三七牌三七粉特约播出 云三七牌三七粉来自云南闻山黄金产区 祝您血管健康 心脑健康 冠肿动脉如果堵塞很厉害的时候呢 当然是需要下支架的 但是它要一定有相应的指针 当时呢它只是70% 70%刚刚是一个临界的这个状态 当然尿毒的90%了 马上要发生心梗了 我会一样去建议它下支架 因为我这个人对中西医之间 都是哪一个好我们就用什么 我都是这样推崇的 他自己平常的时候 心脏的功能状态呢 还是不错的 也很少的发生这种心脚痛的 或者这种情况 就我感觉呢 他的心脏功能不至于那么差 还应该呢 有改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才建议他 不要去 先不要去下支架 然后呢 改善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以后他去戒了烟 戒了酒了 当然呢 在有吃中药 他吃了很长时间 中药就一战那个 70%的那一段时间 吃了很长的之药 仍然是用的 林桂剂 他是用的 林桂三参汤和林桂芡红汤的 何方 就是在林桂猪肝汤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芡草和红花 也用了活血的药 因为这时候他血管都堵了嘛 也用了活血的药 另外呢 加了林桂三参汤的三个参 根据不同情况 有单参 有北沙参 还有人参 他就吃了一段时间的汤药 他又吃了很长时间的丸药 所以才达到了四年之后 50%的这个效果 现在他挺好的 所以您刚才讲到的 他这种加减 其实还是可以根据病人的 不同情况 心脏的不同问题 用不同的汤剂 但根本原因 基础都是林桂剂 这就是经方运用的诀窍所在 张仲景的经方 它是需要变化的 有的人提出 经方以不加减为妙 这是没有理解 张仲景自己本身的 他自己的内在的精髓 张仲景一直在告诉我们 经方应该怎么样的化缠 比如林桂猪肝糖 林桂枣肝糖 林桂姜肝糖 503 他就是告诉你们 应该这样的变 你看他只换一个药 就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 还有类似的方式很多 都是加加减减 告诉我们 我们要灵会其中的 最奥妙的东西 奥妙的东西是怎么样变 穷则思变 变则通 如果光是死守一个东西 它会不可能来应付 我们千变万化的这种情况 它就是变化的结果 那您刚才开的是两个方子吗 有没有给具体的课数 因为我们得治疗疾病的时候 针对不同的人 加减化财 那比如说我们现场的电视机前 有很多的叔叔阿姨 可能年纪大了 本身就会有一些心脏不好 容易觉得累 觉得好像负荷有点大 能不能给大家出个小方子 来查饮什么 可以的 小方子给一个叫 茯苓肉桂干草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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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这些 茯苓呢 大家都知道 茯苓是一个药食两用药 咱们吃的茯苓家饼就是 在那个药店里面 它是一个药食两用药 茯苓 就是白块它去掉 那皮呢 有点味 但是里面非常非常的 它是干甜的 很好吃的 就像茯苓家饼呢 它是一种干的味道 当然我们加蜂蜜会很甜 它不加蜂蜜的时候 它很好的 所以有茯苓 那么桂枝呢 是桂树的细枝 其实它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是桂皮犬 就是来用我们 给我们温馨阳啊 通心落的这些 桂皮犬 桂皮犬的含量呢 这个肉桂 大家都知道 炖肉的肉桂 家家厨房里面都有 就有了 里面也有 所以我们可以用肉桂 来那个代替桂枝 桂枝不需要买去吗 桂皮我们家家都有 用代替桂枝 然后甘草呢 就是我们可以到 药店里面买点甘草 甘草呢 也可以卸火的 很甜的 当然它不是糖的甜啊 糖的病人一样 可以吃甘草的 这样的味道呢 也很好喝 就茯苓 肉桂 甘草 各多少克 各个的 茯苓呢 可以用六到十克 因为茯苓都可以随便吃的 肉桂呢 用两克到三克就可以了 然后用甘草 有五克 三到五克 就可以用我们 你煮一煮也行 开两个开 那个代茶饮 或者就拿那个保温杯泡 也可以 对我们这些 自己觉得心脏的劲 心脏没太劲 或者有时候气短 有点呢 还有点怕冷的 都可以用这个方子 有什么禁忌 什么样的 禁忌的就是 上火的人不能用 比如我老天天的 那个上火 口苦啊 舌红啊 长了好多口疮啊 大便秘捷啊 这个不要用 因为它毕竟呢 它是沥水的 把你的水都沥掉一些 而且肉桂呢 它偏温 它对一些阴虚的人 内热的人 不太适用 所以大家记住了 如果自己总觉得心里累 但是你没有上火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方子 坚持喝多长时间 可能会有效果 一个礼拜就有 养生糖 养生厨房 制定产品 新卖燕卖 来自澳洲 阳光和大地的健康馈赠 您在收看养生糖 电视节目的同时 还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糖的微信公众号 和全国的亿万观众一起 关注健康 关注养生糖 有什么禁忌 什么样的 禁忌的就是 上火的人不能用 比如我老天天的 那个上火 口苦啊 舌红啊 长了好多口疮啊 大便秘捷啊 这个不要用 因为它毕竟呢 它是沥水的 把你的水都沥掉一些 而且肉桂呢 它偏温 它对一些烟虚的人 内热的人不太适用 所以大家记住了 如果自己总觉得心里累 但是你没有上火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方子 坚持喝多长时间 可能会有效果 一个礼拜就有效 一个礼拜就有效 如果一个礼拜没效 换个方子吧 王老这么有信心 看来对于我们的 这个代茶爷爷很有信心 谢谢 我们把奖座送给王老 谢谢 那当然了 在这儿我要做一下 下集预告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的养生堂 会继续请到 中医大家为您带来 书中自有长寿方系列 为您继续来品味伤寒论 所以明天同一时间 一定不要忘了 继续收看养生堂 在节目的最后呢 再给大家推荐一道 好吃的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就让我们 共同走进 由专利好油 脂肪酸脂衡的 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 调和油冠名播出的 养生厨房 来了解一下 谢谢王老 谢谢大家 你吃什么呢 大蜜桃啊 这是您 蜜汁 我们这都等节目开始 这还吃呢 不准给我抢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一吃蜜汁 我可就没够 这越吃啊 这口水越多 这越吃啊 觉得越甜 这越吃啊 我心里越美 我吃着吃着我就上锅了 给我来一道美食呗 最好带上 我喜爱吃的蜜汁 还能帮助我养心出版 那咱们今天 要做养心 枣米饼 这大枣本来就上火 蜜汁加大枣 火上加火 甜上加甜 这还咋吃啊 因为我里边还有东西呢 不光是这两盆东西 再加一杯水 这杯水是 这杯水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你吃了这个蜜汁以后 容易上火 它就专门解这个蜜汁热了 蜜汁加大枣 养心了 可是容易上火 但是呢咱们有一杯神秘的水 是可以解蜜汁之火的 看着颜色还是不错的 没错 我喝得很谨慎 不是红茶 不是绿茶 然后也不是日常 我们泡代茶饮会用到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味 稍微有一点回甜 这个就可以很好的 解吃蜜汁的火 是吗 对 这个在本草干部上记载就是蜜汁吃的稍微多一点 容易上火的情况下就可以用这个来泡水煮水来解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特别心急想知道我们可以解食用蜜汁之火的这个神秘汤汁是什么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扫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答案奉送给您 那这个火的问题有了它就解决了 和老师还有甜的问题呢 这吃多了反胃酸也不行了 加上土豆呢就可以把我们的甜口给解了 而且土豆呢我们做成咸口 咸口的土豆泥 然后来解我们的大枣 还有荔枝的甜 没错 你看呢 怎么做 我们拿两份土豆泥一份面 然后加上少许的酵母 然后呢我们加上少许的水 把它是发面 和成这种土豆面团 然后加点盐把它揉匀 那您说做饼的话咱们就直接面粉得了呗 然后如果做咸口的直接加盐得了呗 为什么还要加两份的土豆泥一份的面粉 土豆呢有很好的一个质土味的作用 那如果要说心血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要靠什么 要靠脾胃来消化食物补充我们的气血 就是后天之源就足了 下一步就准备来烙饼了 这就烙饼了 没错 可是那荔枝呢 那枣泥呢 没问题呀 我们先把这个烙了 然后再处理荔枝和枣泥 来一点面粉 找来一点 然后把它拔好的这个 揉成一个圆饼 我们要让它呢 还有一个二次发向的揉成 所以低温 先把它放进去 让它先发向 面团呢 拌匀 拌平 然后呢 我们把它铲起来 把这一面下锅 下锅之前呢 来一点油 稍微给它摊圆了 然后呢 大扫蒸熟了 蒸熟了以后呢 把壶去掉 给它搅碎就可以了 好 然后把荔枝的壶去出来 我们把这枣泥 香在里面 把它浪进去 偷梁换柱 没错 偷梁换柱 现在荔枝盒改枣棉芯了 原来是硬芯 现在就很软芯了 你的心烦就好了 是吗 换成枣泥芯 是致我心烦的关键所在 像大枣呢 我们中文认为 它是一个养血制品 既能够健庇的 它是干味的 就可以有补益的作用 心血足了 我们心烦意乱就好了 明白 那荔枝呢 荔枝呢 是一个肝温制品 它可以有养心盈 这要中文认为 心足盈血 而心血足了 心的盈血足了 伐力心盘 就会缓解了 三云七十二度 先来提醒您 荔枝加大枣的组合 有助于我们养心血 但是吃多了要上火 这点要切记 直接把这个枣驴 芯的荔枝 给它摁到饼上就可以了 没错 直接往上一摁 但是肉吃多了 有点小上火 怎么办呢 没关系 还有这个神秘的汤汁 这个是一种食材 进行煮制的 而且是你经常会 扔掉的那种东西 垃圾桶里捡回的宝贝 经常被扔掉 但是拿它来煮水的话 可以解决 我们食用荔枝上火的问题 是的 一会儿 荔枝饼出锅的时候 咱们再问问 这个到底是什么 盖上盖稍微焖一会儿 焖大约有个两三分钟吧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进行调味 那这时候呢 好香啊 少来一点盐花 往上一层上 来一点我们的白胡椒粉 下面呢 我们把它翻过来 一面焖制两三分钟 翻面 哇 然后呢 好好食意 盯上一面呢 再把它继续下锅 翻面之后 稍微煎制就可以了 上个胶壳 小焖色 这时候就可以装盘了 猴你 特别好 大枣跟荔枝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土豆泥 咸香的味道还解了甜腻过度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去火的这个神秘汤汁到底是什么了 张老师 非常简单的 而且你很容易就扔掉的 刚才你在剥荔枝时候的那个壳 荔枝壳 对 就是荔枝壳 猪水 能够去火 能够去火 还可以治疗夏天的腹蟹 你看荔枝肉可以帮助我们养心血 荔枝壳可以帮助我们去食用荔枝的火 同时还能散结 当然 酿上咱们枣泥的馅心 再结合上咱们土豆泥或的面饼 做今儿个这个饼的话 它养心的效果也就更好